近期随着各地感染人数上升 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 患养症 网友称患养症的症状表现为 总觉得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 参照感染症状反复比对自身状况 忍不住测体温和抗原等 焦虑的情绪会有 而且时不时都会测一下自己的体温 我看有人碰我圈回发 就说看大家都痒了 我怎么还不痒 就感觉自己天天这也不舒服 哪也不舒服 起初的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小感冒 但是后续我觉得冷 它可能会有一些心理暗示 因为你前面的症状都对上了嘛 然后你就会去想象自己有其他的症状 感觉要发烧啊等等的 对此现象 专家表示患养症并不能算上某种病症 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机制 不用特别担心 它属于一个网络心思 所以它显然不是一个正式的 或者专业的一个诊断 其实对一个东西感到紧张焦虑 是人的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反应 面对猛兽的时候 即使猛兽没有来 看到打雷 肯定都会害怕了 这确实是一种防御机制 因为通过只有紧张了 你才知道去害怕 它才能做一些合理的防御 新冠本身对大家影响比较大 有一些人可能本身性格就比较细腻 比较敏感 或者说有些人特别被差人着想 特别担心自己再传给别人 这个想法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这个也没有必要特别担心 专家表示 过度焦虑可能会使人体的免疫力受到影响 反而会给病毒可乘之机 因此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 比如说会有失眠的问题 会有精神紧张的问题 包括胃肠道系统 消化系统 拉肚子 这都有可能出现 食欲不振 那么这个也会经历不影响到免疫力 反而更容易得到新冠了 或者说会更容易得别的一些病 那么这种焦虑情绪 咱们刚才讲 第一就是对这个病有个合理的认识 合理的识别 不同的信息 也可以多个人交流 我相信大多数人应该 达不到说需要药物的程度 达不到需要心理治疗的程度 自己随着对这种现象 一共合理的认识 就能练有所环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